萌萌你不要这样哭 这样显得我是个人贩子 显得我是个人贩子 周密兄妹这对喜剧的相处也太搞笑了吧 学浩兄妹收邀来到成都与周密会合 一见面两个小女孩友情便迅速升温 转到这两个哥哥开始尴尬起来 你要说尴尬其实也不尴尬 但是你说尴尬呢又有那么一点尴尬 实在不知道说什么 刚回到家萌萌开始带领妹妹来帅 一旁的学浩看到地上有些泡沫力 永远小姐抵得她受不了了 你这个泡沫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这边刚说什么 萌萌吓鸟还专门寻找那些泡沫来玩 毕竟是客人许浩也不好说什么 于是变成这一眼不见为惊 心情一开作案现场 可谓讲到自己的妹妹倒是加入泡沫大战了 许浩可谓是坐立满安娜 在一旁挂住许久后 她实在是忍不了了 于是走着前打算结束这场血战 不要弄这个了 弄血压了 第一次选 萌萌你们在干嘛 他们把那泡沫全掰碎了 然后下雪了 看两个哥哥如何反应 好像会有周密云淡风轻 感觉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但雪浩的讯告是这样 比什么再继续 听到她在说话了 她说谁把我身上搞得这么脏 她不是我 我还是要把我身上 弄得大身的血血 可以吃了可以吃了 看来周密是真瞪了呀 有什么事情想吃再说吧兄弟 没事没事不管了 我们先吃吧 自己先吃上了 我真的看到这个画面 我真的好崩溃哦 兄弟这样你真不崩溃吗 我已经习惯了兄弟 确实他这个人挺疯狂的 周密的放两次教育倒也自在 这小场面根本不算什么 到了第二天 徐浩一大早起床做早餐 作为动道主的周密 还在安心睡大觉 周密哥哥起床了 先吃个早餐吧 感觉徐浩成了一家 这是我 这个组合简直就像是周瓣和许妈那 泡蜜随地有点磕到了 大家吃过早餐后 就起身出去玩耍了 他们先到宽展巷子 吃特色美食 但眼界的萌萌发现 这边有玩具就开始闹了起来了 我知道我给你买熊猫玩具 但是我们要去熊猫基地 在那买熊猫玩具好不好 因为熊猫基地的熊猫玩具 咱们更像熊猫 像的 不像 不像 哥哥买过 哥哥知道 这个逻辑一点问题都没有 救命啊 周密还真的是逻辑鬼才呢 忽悠妹妹的话说来就来 大芒芒丝毫不听 甚至还将玩具升级 我要买熊猫 你要买熊猫 熊猫是国宝怎么买 我想买熊猫 你怎么就哭了 大器格局的 通常只要有一个小孩哭了 就会带动一系列连锁的反应 这波 看到萌萌闹别扭 一方的许小妹也无名的哭了起来 这哭生两成揍 谁生的了 周密正好蛰伏女生们的眼泪攻击 准备起身卖玩具 你和这个姐姐一起在这儿哭 我一起在这儿玩 我去买两个熊猫 我要把哥哥一起跳 到玩具地时 萌萌气质勃勃挑了个钥匙扣 结果周密还嫌弃起来 萌萌你既然来了 你就应该挑个大的是不是 你就不要去挑这些小东西 果然爸总嘟个米不虚传 好不容易去到摩弟弟 小朋友们都兴奋不已 可不到一会儿 他们体力不知都累了 小孩的第一表达方式就是抱哭 萌萌也一样 萌萌你不要这样哭 这样显得我是个人贩子 显得我是个人贩子 哈哈哈哈 他们实在是走不动 于是坐在一旁继续哭 本想着用自己的一点小伤口 来长一妹妹的注意力 可没想到反而还更刺激到他 变个魔术 看他又可以活动 这是什么 不要说妹妹了 周明心里估计也想妈妈 就这样 熊猫基地旅程 就在两个小姐妹的泪水中渡过 哥哥们只好中途折返回家休息 第二天 周明继续都闹住精神 带许浩兄妹出去游乐场 到了目的地后 他先是找了张椅子躺下 周明休息拖到后 猛然发现 妹妹在滑地口不敢往下滑 于是直男话术又来了 周明你是胆小鬼吗 对不起没有被照顾 好家伙这边妹妹在上面怕的不行 打遍周明坐在那里舒舒服服等着 有了徐浩哥哥陪伴 我们终于敢滑下来 在上一秒还在调侃妹妹的周明 下一秒却也扒在洞口 哥哥保护你哦 快点快点 还说不怕 好下来的时候白眼都翻了 晚上大家一起系录音车的时候 徐小妹挨着萌萌一起睡 但高楼的萌萌毅然拒绝 徐浩只好过去心情沟通 可这时的周明偷偷萌萌反向劝说 你看你还是挨哥哥睡最好的 妹妹不能保护你你知道吗 妹妹是靠不住的 能靠住的只有你的哥哥 果然周明做的每一步都如乎意料 终于效果直接拉满了 感谢观看